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MX成员Gini宣布退团了 今天是2月9号上午 JVP娱乐官方声明 一直以来以MX成员活动的Gini 因为私人原因退团并解除合约了 非常抱歉带来如此突然的消息 之后MX的所有活动将会以6人体制进行 希望大家能鼓励支持Gini之后的路 引起Answer多多支持朝着梦想前进的6位成员 因为Gini是做了7年的JVP娱乐长期练习生 立席生时期曾与TWICE、MOMO、SANA、ZUY 一级也级一起在宿舍生活 然后在与粉丝们聊天的时候也说过 这是我想做所以选择的事情 也因此与父母分离生活了 因为家人对我的期待 也因为我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已经很难放弃了 我真的很希望我们MX能变更好 对,现在正在一步一步踏实的成长 希望我们能早点成为闪亮的星星 谢谢你们 幸好我努力坚持了7年 才能受到跟现在一样的姻缘跟支持 虽然我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会慢慢更努力的 粉丝们应该知道 吉尼真的是有常常说 谢谢粉丝们 幸好自己出道了等的话 所以这么突然的退团通知 真的是让粉丝们都非常惊讶了 跟吉友一样是长期练习生 应该比谁都盼望着出道的 所以这么突然的退团 才会让大家都受到打击的 前外批语论没有让吉尼退团的理由吧 长得漂亮 练习生又做了那么久 太突然了吧 才在一个礼拜之前 马马奖奖礼结束后 对粉丝们说了 以后也请多多指教 怎么这么突然 如果是健康问题的话 不应该会说是健康原因 但是说是私人原因 所以应该不是健康问题吧 这情况真的很像是骗人 除非是吉尼犯罪 吉尼不可能让他退团 但是这样的话 就等于是自己要退团的 但也不会啊 退团理由说成是私人原因的话 会出现很多谣言 公司不应该让不必要的谣言出现吧 这样对公司与成员都不是好事 吉尼娱乐怎么每次都是这样 这已经是第几次了 对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整理的 JVP娱乐初刀初期退团的成员们 当然其中是有很多退团原因的 但是今天我们只看一下 JVP娱乐当时对官方媒体的声明 但是也看到了这样的留言 就算谣言很多 谣言终究会平息 所以公司这样以私人原因 干净利落地宣告退团 我是觉得比较好 所以对于JVP娱乐 一直以来的退团声明 以及NMIX吉尼的退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风用电话 风用电话